我给大家看什么 现在我们在乖欧明州 25号向南走 看我的车吧 一路往这边 往这边打的 打成这样 我应该这样 但是现在我根本没办法 为什么 想必大家已经猜出来了 对了 错了 你在外面根本看不出来 安静 安静的一笔 偶尔会从那个车窗回来 传来搜搜的风声 我并不认为大家可以 看大家一看我方向盘就知道了 这风吹的 真的 但是我觉得这车风吹吧我因为我今天是蛮载 而且不 非常 差不多 两倍的三倍的高吧 好了 和我一起信仰应该美景 我们继续啊 我们现在距离那个 看看我们 我们的 你还有多有啊 我们去的我们的目的地 还有三百二十七万 看 看你看你彩别看我啦 好好给大家 用我这个 GoPro机给大家带来一些快捷快捷的镜头 应该会很不错是吧 好 跟我一起 你信仰应该给你的风景 谢谢大家 我会比较适合 你 这 你们 所以 我 我的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的时间呢下午2点40啊 完全可以 那个建筑工具的大塔雕呗 就是当套丹佛阿丹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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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进城啊卡车进城 路线都得安排好 现在我是一点都不能错 好了不跟你们先承担了 我在当套里面 开了 开错了 我连回头都没有啊 兄弟们 啊我选好我哪里要到怎么走啊 你不见兄弟们 怎么样看看一看地图就知道我去哪吧完全没有问题啊到这里时候已经给那个打电话和他联系了小哥要告诉我我要去哪里啊 这可是当套丹佛啊 哎呀好大呀我村里人温村的来到丹佛市了 帽子等下我从那边出转圈圈走 我从那边就行 做allow了 好多东西 这就是在中处 马上方多多 正前方多的交游 石下有两个交游 大体的交游 两个交游 二个交游 最高的交游 最高的交游 一个交游 管车上方 - 没了,可以接着。 - OK, then. - 好了,跟他交流了,我的车那儿差不多了。 - 好了,兄弟们,哎呀,张哥到地儿了,我去。 - 看什么到地儿,看我干嘛。 - 我把自己裹是安全了,为什么要裹是安全了,我要把自己的所有东西都带好了。 - 这就开始下去工作了,今天我们开了七个小时了。 - 开了七个半小时吧,应该是。 - 好了,不管了,现在既然开到这里了,我们去安全的卸货了。 - 卸货我就不管你们了,就告诉你们,跟哥卸货去了。 - 十二月十七号,我们今天的旅途已经结束了。 - 货也卸了,我们已经开到了这要拉货的地方了。 - 这个地方呢,还在Denver,Clorado附近。 - 大家还记不记得,这就是刚哥的泡面人生。 - 有时候泡面真的就是说什么都有啊,有的时候泡面什么都没有。 - 其实有人说了,泡面就寒陈。 - 不,泡面不寒陈,是你的心寒陈。 - 所以说我并不认为吃泡面说吃多了会得什么各种各样的疾病啊。 - 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泡面这面吧,或许已经不再是面了。 - 不管了。 - 因为我吃面的时候还会啊,已经习惯人面了。 - 我吃面的时候还会吃什么,还会吃饼啊。 - 所以说今天晚上的今天我们一天都没,今天我们一起想想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吃什么,吃了两颗鸡蛋,一个泡面,然后再加一个 - 这个牛肉罐头。 - 稍微拉了一点,那我们今天晚上的饭呢就是这样,同样的啊。 - 哎,我最喜欢吃的姜片啊,还有我们的大块羊肉啊,我给大家看看我的羊肉,这就是全都在俩下面啊。 - 大块羊肉啊,这就是我今天的晚饭了,面已经煮好了。 - 忍不住,我先吃一口。 - 今天不是吃,我就不想大家啊。 - 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今天的立场。 - 早上一开,吃完早上起来吃个饭,吃个早饭,一开就开到现在了。 - 看了现在呢,我就开始吃晚饭,好像成流水账了,什么都不是。 - 不管了,我也想跟大家说呢,吃完饭的时候呢,我就要睡觉了。 - 但是睡觉之前,我给大家看看,我睡觉之前要做什么样的运动,可以对颈椎,对肩膀,对你全身上下呢,都会比较不错啊。 - 所以说你酒开车的时候呢,尤其像北美的司机啊,或者说在中国的司机也好,只要你酒开车,你都可以做这个动作。 - 早上睡起来10分钟,晚上睡觉10分钟。 - 真的,你的肩膀颈椎啊,真的就很舒服。 - 好吧,好了,我先吃着,回头再跟你们聊。 - 大家好,我是刹哥刚,今天是12月17日晚上7点钟。 - 因为我们今天到的比较早,这个外面的现在是一个工厂。 - 通常情况下,我后来想想,我这份钱确实不是每个人都能赚的,也都敢赚的。 - 要不然停在大荒野地上。 - 要不然停在工厂里面当鸡当啦。 - 哎,不管怎么样,每天还要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开11个小时。 - 什么概念,痛苦不痛苦,告诉你不痛苦啊。 - 为什么,最重要你要逼的地方在于什么,你要学会自己调节自己。 - 调节自己心情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最重要是什么,身体。 - 中国古人有话叫做,经常一寸,瘦,增10年。 - 今天就告诉你们,刚哥睡前做什么运动,起床做什么运动啊。 - 先给大家看看,睡前和起床基本上都一样的。 - 因为我们这个床比较小,对不对,所以说的应该是正儿八经的,躺直了的。 - 但是呢,我经常会,我呢,研究了一个方法,是这个方法。 - 往被子里衣补,干嘛。 - 哎,这样子。 - 哎。 - 啊,把两个胳膊伸出去啊。 - 大家如果看得不舒服呢,可以调过来看。 - 啊,这样子你知道吗? - 这时候呢,这个筋呢,就说因为我们通常,尤其像开卡车,你知道吗? - 已经这样,所以说这时候你要慢慢的动啊。 - 哎,慢慢的来,有时候你这样会坚持一分钟,坚持不了的。 - 但我跟你大家说,这样多坚持会儿啊。 - 这样会很舒服。 - 因为我左手感觉,因为我左手不是麻吗? - 这两个大拇指。 - 所以说这个往上下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啊。 - 我可以感觉到我右肩肩甲骨下面那块啊。 - 就感觉通不了,就一直在堵着。 - 但是现在是一直在打通。 -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就是我的床上运动。 - 怎么样?你们喜不喜欢? - 啊,往这边扭疼啊。 - 往这边扭不疼。 - 啊,最重要是调理气息,爆成圆球。 - 感觉这里的气息啊,从这回个圈啊,从这回个圈。 - 你从左到右也行,从右到左也行。 - 啊,闭上眼睛响。 - 啊,半天节奏。 - 我们就要睡觉了。 - 啊,啊。 - 啊,"晚安。明天见。